《江峰漫谈》 朋友们好 现在是乌克兰基辅市长克里奇科宣布的 36个小时宵禁的时间期限内 这位市长说现在是基辅最危急困难的时刻 那么基辅情况到底如何呢 我们一会儿请住在基辅近郊的邮金 跟大家说一下现在的情况 记得上次跟大家分享视频的咱们频道的一位 另外朋友易卿 他家就住在基辅市中心的黄金门附近 他跟我说 他那附近静悄悄的 俄军的步兵和战车绝对进不来 唯一的顾虑是俄军会不会把火箭和导弹打过来 再一会儿呢 就给大家听一听邮金的这个电话录音 在听这个电话录音之后 我们谈谈今天我最关注的两个热点 泽伦斯基对美国国会的演讲 沙特王国与中共商讨石油结算部分石油人民币 泽伦斯基在这样的战争状态下的演讲 在美国国会历史上有过两次 那两次演讲后 美国的社会做出怎样的反应 会给当下俄乌战争的这个发展 甚至超出原定的预料趋势的发展 带来怎样的影响 我们来进行分析 沙特石油它用人民币结算这个事情 目前我还没有看到国际上各媒体有更大的反应 实际上这是一个不亚于俄乌战争的重大事件 只不过这种偷偷的交易被战争的消炎 和爆炸声所掩盖了 好 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放这 先听听俄乌最前线战争的焦点 基辅由今给我们带来的报道 所以明天我们去一个商店 我去到每两至四天 整个颜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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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 现在 例子的颜色的颜色的颜色 颜色的颜色的颜色是颜色的颜色 你仍然可以购买很多颜色的颜色 颜色的颜色的颜色是颜色的颜色 我们需要这种颜色的颜色 颜色的颜色的颜色 但现在是难买它 在两个月或一个月之后 如果我们不买它 我们的颜色的颜色在家里面 会变得更弱 所以现在有点难找到的颜色 由今居住这个区域位于基辅的南郊 从军事态势图上来说 基辅西南两个方向承受的战斗压力最小 除凌落的无人机轰炸与导弹袭袭击之外 没有任何地面战斗的迹象 基辅东部双方就开始拉锯战进行了很激烈 北方这边基本上是被俄军控制了 但是它在进入下一步城市攻击的力度 却明显减缓 我们从图片中可以看到 英勇的基辅抵抗者竟然把军事博物馆里面的 二战时期对付德国坦克的那种 三脚锥路障都拉了出来了 这是很有意思的观察点 朋友们一看 可能看个热闹 我跟你说 这里面是有大文章的 一方面是可以看出基辅这个伟大的城市 在卫国战争时期它的光荣 另外一方面咱们看出来什么 过了80年了 朋友 俄军居然还停留在二战的旧式军事思想 军事装备体系当中 现代战争两个关键的军事行动理念 精准打击、斩首行动 都没有在这次战争中得到体现 精准打击是什么 军事行动当中获得军事优势 同时避免平民伤亡的最有效的方式 它可以很好的控制战争的烈度 不要动不动就碾压了 万箭齐发了 是吧 都是中共给你宣传弄的这套东西 这套什么万箭齐发的 都只能停留在小粉红们火热的心中 和那个气味很重的口中 能形成碾压的只有军事科技 不是冷战时期的装甲部队了 我跟大家聊过俄军坦克上面那个Z 也许代表军事用语上的flash、闪电战的意思 那早在九十年代初期海湾战争之前 萨达姆就是那种碾压优势 一百一十五万陆军 钢铁洪流闪电战 核心就是坦克为突击 配合空军炮兵 摩托化铺兵 大纵身突破 然后前行攻势包围打击灭战 是吧 俄军现在也是这样子 那么就跟这种战略对抗的这个盾 就是防守防什么呢 往往通过巷战来拖住进攻强度 来增强进攻方的后勤的难度 甚至主动防守方去破袭对方的后勤部级线 所以大家看看今天的俄乌战争 实际上就有这种表现形式 回到了八十年前和冷战时期的什么 在那种旧的闪电战的禁守方向 所以这个让中央电视台请来的那些军事专家 兴奋的高呼说俄罗斯赢了赢了 第一天就赢了 让全国网络一片沸腾那种俄军的钢铁洪流 实际上就是当年德国闪电战的翻版 就是1969年苏联搞的地念伯和大野席 拍了电影来吓唬中南海的钢铁洪流嘛 看着吓人已经是完全的指导户了 你看当时1969年 中南海沉浸在珍宝岛偷袭占了便宜偷偷乐 是吧 结果苏联大使很严肃电影拷贝送给中共 你们看看吧 苏联坦哥说最大纵深700公里 这个数据牢牢的抓住了中共领导的那个恐惧 也占据了中共军事教材和军事教官的内心 估计朋友们 你现在在墙内 就朋友们 你在墙内直接搜集 我估计军事资料都有 苏军、俄军700公里大纵深 这个数据还是找得到的 其实它就是个什么 后勤供应完全顺畅的数学模式 你不惊打 再说了 苏联老毛子世界上纪律最差的一支军队 在德国柏林 在中国东北 烧杀抢掠 什么坏事他都干得出来 后勤上不来 后勤上不来没事 现场抢啊 现场偷啊 乌克兰部现在有表现这样子 对不对 就跑人家那个超市里去抢东西去了 这样遭见中国人和遭见世界的军队 中国那些专家和粉红们就那么激动 就那么铁 是吧 什么叫 虐我一万遍 窃心永不变 都这个 但是苏联的钢铁洪流 的确是把中共的军事家们吓坏了 都拿着原规 在那一比五万的军事地形图上画圈 哎呀 这一圈画下来 是不是 不是 从内蒙这个边际线到这里 张家口要不得了 哎呀 成德要不得了 1969年珍宝岛打完之后 北京真的是搞疏散 但疏散的是谁 是中央领导和中职机关家属 不是老百姓 也不完全因为苏联大使的电影 而是因为美国人通过报纸透露消息这种方式 巧妙的告诉了中共 苏联珍宝岛吃亏之后 准备核打击报复计划 连原子弹要扔到哪个城都输入坐标了 一直到中叶战争1979年 邓小平依然是做同样的战略部署 因为中叶战争是什么 是战队嘛 一场共产党国家之间的战争嘛 中共帮柬埔寨小兄弟 苏联呢 帮越南 他认为的小兄弟 而北京当时是做好了什么 就中央机关疏散的准备了 担心苏联为了越南出手嘛 但是张家口成德呢 蒙在鼓里 中共永远也不会告诉这原规化进去的这一线城市人民去做疏散准备的 这些城市的居民还沉浸在遥远的 南部边境的惩罚越南白眼狼的痛快当中呢 每天喝着小酒 哎呀 不知道咱们自卫反击战进展如何了 都这个 其实不知道中南海早就把这个承德张家口当做什么 开展巷战拖住苏联坦克的炮灰了 那么关于俄军钢铁洪流为什么在今天不灵了 它的致命弱点到底在哪 700公里大纵深 这个让中共害怕的战斗力在现代战争中是如何的不现实 那么实际上应该是多少公里纵深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我担心太长 军事方面的话题我会放到江峰世界这个副频道上去 一会我把链接放下面 欢迎大家前去观看 也请大家捧场、订阅、打开小铃铛 在那里呢 我会慢慢增加节目投放量吧 说一些军事、艺术、生活、神秘科学、历史话题 让大家在纷乱的时事当中寻找思考的参照 因为当下也太多让人愤愤不平的事情了 看节目看的都让人生气 是不是 东西方都很不清静 那时政节目不看又不行 你不能当鸵鸟嘛 是不是 好像我不看的那个事不发生了 但是一看就着实让人生气 是不是 所以其实我也一样 我也生气 我也不好受 所以我想呢 就把这个副频道打开 就不会有太多的情绪、太多的观念在那里 我跟大家呢 就一起冷静下来吧 一起观察、一起讲述、一起去思考 说有多高的世界就有多大的格局嘛 所以我给那个节目叫《江峰世界》 视线的视 视界的界 那么我在那个《江峰世界》里面 会谈论俄乌战争中一个非常具体的战力 因为一直以来是在等待更多的资料出来 我耽误了好几天 我没说 为什么呢 因为这消息还得等 更多资料证实这场战斗的真实性 因为太离谱了 我都不太相信原来 所以一直没发出来 什么呢 就是乌克兰用火箭炮 用传统的俄系炮兵主战武器 打中了俄国海军的最先大化的明星隐形战舰 必可服好 为什么 俄军的传统军事力量 被乌克兰接触西方的现代单兵武器打得落花流水 但是俄罗斯海军的先进军舰应该可以了吧 又被乌克兰的传统武器给所伤呢 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跟大家探讨 那么这个原因对中共军队战斗力 我们就可以做出一个真实判断 对中共叫嚣说闪电战拿下台湾 如何不靠谱 我们心里也就清楚了 欢迎大家前去江峰世界 我估计今天得晚一些时候了吧 我能发布出来 链接我给大家放在下面 好 回到今天的这个主要话题 第一个呢 就说一说什么 说这个泽伦斯基 他在美国国会演讲 我们知道历史上有两位名人了 在战争时期作为外国人的身份在美国国会演讲 一位是丘吉尔 英国首相丘吉尔一位是什么呢 宋美龄 当时的中华民国第一夫人 1941年丘吉尔面对的是什么 是一个已经在两个星期前就在珍珠港遭受袭击 却依然不愿意卷入全面战争的美国 罗斯福都宣战了 那美国老百姓不见得想打仗 在丘吉尔演讲之前呢 他到了美国了嘛 你知道他美国亲戚很多 罗斯福都是他的亲戚呢 是吧 跟一大群自己的美国亲戚在一起 大家喝酒聊天 谈战争 谈和平 是吧 那丘吉尔就跟罗斯福商量说 我说到国会去 这演讲这么讲这么讲合不合适 因为他也不确认 充满孤立主义色彩的美国国会是不是会接受他的想法 那么罗斯福总统说 你看我这身体不是很好 是吧 我就不陪你去国会了 我在白宫 我听收音机听你讲什么 行吧 行 我去了 兜售精神去了 他到了国会呢 还是勇敢的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丘吉尔的演讲有两个主要部分被大家记住 被历史记住了 跟大家说一下 这是第一部分 他的演讲还是很长的 对吧 三十多分钟 所以呢 我是跟大家总结性的讲 他两部分比较有名 第一个是他著名的段子怎么说的 如果我的母亲不是美国人 而是英国人 如果我的父亲不是一个英国人 而是一个美国人 我绝对会有实力成为美国国会议员的 说着话 大家很精彩 觉得给他鼓掌 什么 那就是典型的跟美国国会套近乎 就差一点我跟你们一样了 我跟你们坐在一起办公了 那第二部分是关键 丘吉尔到底想干啥 他的思想表达在这里 他说 不管人民有多么忧伤 我们做着世界上最崇高的事业 不仅要捍卫我们的心力和家园 还要捍卫其他地区的自由事业 他说的这个心灵和家园 他就很清楚 就是什么 美国人的文化心灵家园嘛 就是欧洲嘛 是吧 丘吉尔这理想一说完 话锋一转 说的真正想说的话 说 这样一来 1942年、1943年还是1944年 向欧洲派遣远征军的问题 也将在人类历史上占据重要位置 大家看我这个巴顿将军的系列就知道了 对不对 当时美国远征军派去欧洲的时候 犹豫来犹豫去 最后呢 巴顿带军先去了北非 先打了一场仗 所以呢 丘吉尔这说啥意思 就是希望你美国人的国会赶快出兵 所以丘吉尔说了一个说日本人 他说说日本人 我对他们是否心智健全 持怀疑态度 日本人究竟会把我们当作怎样的一类人看待 管他呢 让他们遭受他们难以忘怀 乃至全世界都难以忘怀的教训 我们才会停止斗争 丘吉尔这句话倒是对当下中国的那群疯狂的粉红们 有点醒的意义 这都不知道你们到底是什么什么智商 是不是 你们只有真正遭受到你们的教训 你们才会明白 那么苏美龄的演讲也是两个部分 一个是 也跟一样 这是套近乎 让美国人从感觉上接受中国人 是吧 他说了什么海德公园图书馆 说了很多这些事情 还有美国的这个飞行员呢 调到了美国 调到中国的这个土地上 中国人跟他怎么打交道的 是吧 第二部分也是关键 宋美龄用自己的表达方式 女性嘛 表达方式说的 他说 在这个蒋先生 中国的抗日领袖领导的 长沙会战的战场上有一个古迹叫做魔镜台 为什么叫魔镜台呢 有个小故事 说有个小和尚到了这个魔镜台这个寺院 天天念经阿弥陀佛 想修成正果 这老和尚看见了小和尚这个表现没说啥 天天去磨一块石头 小和尚看见了很纳闷 就问老和尚说 您天天磨这个干啥呀 老和尚说 我要天天磨它 我把它磨成镜子 小和尚就笑了 这个砖头磨不成镜子的 是吧 老和尚说 对呀 像你这样整天光念阿弥陀佛 成不了佛呀 这一下子全美国国会议员都听懂了 是吧 使劲鼓掌 是不是 美国光说支持中国抗日 支持中国抗日 你得拿出东西来呀 和平是念不出来的 就像阿弥陀佛天天念 你成不了佛一样的 而这个故事呢 我在历史上今天有讲述 大家可以回头去看 历史早就把今天我们要说的话 我们要遇到的难题都演绎过了 就要看我们有没有去感悟去体悟 其实泽伦斯基今天上午也是这样在美国国会 当时他是视频的 把这样的历史演了一遍 他与丘吉尔和宋美林的待遇一样 泽伦斯基也看到了全体美国国会议员齐立欢迎他 那么他讲述呢 也是两部分 你看第一部分就是掏近乎 也是一样跟丘吉尔、宋美林要跟美国人掏近乎 说珍珠港、911、甚至马丁、路德金都说出来了 泽伦斯基跟丘吉尔描述一样 他要告诉美国人 乌克兰人民现在不仅仅是为自己而战 也是为欧洲而战 而美国帮助乌克兰也是在帮助欧洲 甚至在帮助全世界 把这个意义说出来了 第二部分就是真正的提要求嘛 是吧 丘吉尔希望你派远征军 是吧 那个宋美林是希望美国出手来帮助他先生 就是什么呢 泽伦斯基说希望美国出手 设立人道禁飞区 当然咱们知道上次是不行 对不对 说死了不行 那么如果不行 起码美国要提供先进的战机以及防空武器 咱们都知道这是一个什么 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趋势 也许美国人真正的参战 当年并不因为丘吉尔的演讲 而提前了将他们的这个远征军派向欧洲 他们也不会因为宋美林的演讲演讲完了 他们就真正的给中国就马上派去了飞虎队 调去了各种的防御武器 派去了美军的这个高级顾问 但是这是一个历史的趋势 即便这样的人物不出现 也许美国也要走到这一步 就像今天一样 泽伦斯基就算是没有到美国国会来发表演讲 但是美国国会之所以要请泽伦斯基来演讲 就因为美国已经意识到了政治人物意识到了美国要走出这一步 泽伦斯基的演讲 咱们从历史角度来看就很清楚 美国无论当时有多么的孤立主义 有多么的不愿意介入战争 像现在一样 不愿意我们这个升级不愿意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但是呢 一定会在被迫无奈中卷入战争 并像过去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样 赢得这次的战争 问题来了 就说为什么多少次的痛苦都无法唤醒人们的麻木呢 既然明知战争无法避免 你要么早些决断嘛 是不是 要么你就就像川普那样 你在战争爆发之前你用高压震慑敌人 川普说你要动乌克兰 我就轰炸莫斯科 这话多狠啊 你说普京是不是感觉到真实的这种压力 是不是 你现在连禁飞区都不敢设 在乌克兰上空禁飞区 当时川普说 我去轰炸莫斯科 那这句话当时就包括现在也一样会被左媒攻击 政治太不正确了 你战争狂人 是吧 但是这句话如同川普 谁也不告诉直接发个推特 就邀请金正恩跨越三八线一样 是不是 是很零的 但是也很多人说 你那是对独裁者的错误的友谊 你对习近平错误的友谊 你对普京错误的友谊 但川普是怎么想的 比如说金正恩 金正恩他见面后之后再也没有捣鼓核武器了 直到拜登上台 他又开始发射这个洲际导弹了 因为川普看透了金正恩那套把戏 美国反应越大 北朝鲜越可以获得更多关注 他愿意搞 好吧 用美国绝对的实力告诉你 你那个塌了方的核实验基地 你那个根本没准头的洲际导弹 你就是儿童游戏 所以我乐 我过来见孙子来了 过三把戏 是不是 你要不你小孩 你换一种游戏 我给你看北朝鲜 你可以开发房地产嘛 是不是 你还可以跟我一样 我坐一个这个高级房单轿车 你参观一下 你来一套 你玩这个 你就别玩那些危险游戏了 小心扎着你自己的手 这就是用实力明确的告诉对手 你玩不起 千万不要搞什么 类似台海这样的模糊战略 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呢 要么止战与未战 没打 你先给它定住 要么战争已经降临 你就要下决心 以雷霆手段介入 惧怕战争的升级往往就是升级的诱因 昨天还有一个新闻 说美国参议院全体一致性的谴责普京为战争罪犯 有人为此鼓掌 我是坚决持保留态度 普京犯了罪吗 当然 他发动了战争 他已经站在了道义的对立面 站到正义的对立面 但是你现在认定普京为战犯 你却没有发动任何战争的意图 你却认定他为战犯 实际上是断绝了政治外交手段解决问题的退路 一方面没有明确的表态 我要参战 我要把你灭了 然后一方面把你作为一个什么 最大的战犯 作为一个专制国家 朋友们 独裁者个人的命运就成为国家的命运 你把普京定为战犯 他即便停止了战争 他也要接受战犯的审判 你说他愿意停止吗 那么俄罗斯只要不推翻普京 就会与世界继续为敌 你不是把俄罗斯这个国家都陷进去了吗 当然 我就说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只能是这么理解的 这里面美国国会如果能做出这叫所谓一致决定 路透社说的 那么我觉得一定有两个因素 美国通过确切的情报 确认了有绝对的把握 什么呢 一个是俄罗斯内部的反对力量 或者准确的说 即便原先支持普京的力量 都有了明确的推翻普京的行动力 并且有了成功的把握 第二个 就是美国在军事科技上 已经有了绝对的把握 蔑视俄国的核威慑 绝对不是过去的那种传统 咱们想的 我们现在手上很多人看到的资料 等待这个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导弹打过来 我进行反导 把它在空中打掉 那就是核冬天了 应该是根本就不会让他们能够发射出来的控制能力 这里咱们可以这个脑洞大开 也是欢迎咱们很多的 知道这互联网很神奇 欢迎咱们广大的军迷 像江峰时刻的朋友们 提供你们已经了解到的信息 来支持我这个观点 或者是不同我这个观点 是吧 实际上是控制不了核大战 或者说有能力控制核大战 我就给你们一个线索 你们读一读马斯克的这个讲话 很有意思 很有读头的 现在的很多科技的这种它还没有诞生 还没有真正在实践中成为一个现实 但是我们可以有很大的把握去猜测 这个我们可以在江峰世界做另外一个专题 就是现在战争当中 核武器究竟是终极威慑打击力量吗 核冬天会不会成为一个永远留在理论中的末日 好 什么关于泽伦斯基美国国会演讲这个热点呢 我就分析到这了 希望大家能有更多的这个观察和多角度的这个客观的这个意见吧 第二个事就是说一下沙特跟中共讨论人民币结算石油这个事 一会我们再跟大家聊这个事 中共是如何操作这个事情的 这个事算不算中共支持俄罗斯在受到国际制裁压力下 进退围股当中找到了一个突破性的战略胜利 如果沙特跟中国真的谈成了 就说这个计划成行了 真的能用人民币结算石油了 会给未来的国际秩序带来怎样的深远影响 这明摆着是中共现在占了大便宜的事情 那么最终能给中共政权带来更多的好处 还是让它更接近绝境呢 因为最近这个话题也多黄标也多 希望之城会员网站那边正好咱们现在也商量好了 有关俄乌话题的咱们就免费开放 希望大家前去观看 这样我们可以保持和培养一个继续讲真相的阵地吧 这个现在艰难时局 可以跟大家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走得更远 好的 油管部分咱们就做到这了 我们会员网站见 另外提醒的就刚才说到军事话题 今天晚一些 甚至明天早上我会在江峰世界发布 因为要确认图片资料的使用准确度 估计要多花一些时间 我一做出来 就会在节目下面发链接 或者是您现在就可以先去做一个订阅 开通铃铛 节目与好 当一响 是吧 您可以叫个Uber 叫个滴滴打车就过来了 到我这频道这来看了 当然你要一直住在油管里 我也拦不住 是吧 你要披个毯子 别着凉了 朋友们 好的 朋友们 我们会员网站副频道理 接着聊